有感于0206大地震 造成花莲石材厂 无数石材破损碎裂 出身花莲的网路图文作家Duncan 号召了在地的石雕艺术家 收集正后的碎石材 创作出高3.2公尺 宽1.8公尺的巨型石雕拼回来 耗时将近两年的时间 花莲施工所特别将石雕 放置在昔日旧监狱遗址的自由广场 除了象征禁锢的心灵得到了解放 Duncan 向上攀爬的动作 更象征不会艰难再拼回来的精神 2018年的2月6号 花莲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 打开新闻看到说 统帅倒了 云翠也倒了 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 第一时间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你从小看到大的一栋建筑物就没了这样子 2018年0206大地震 造成花莲严重灾情 地方石材产业受寻严重 于是出生花莲的网络图文作家Duncan 号召三位在地石雕艺术家 王彪 林立仁 叶全贤 以破损石材堆叠后进行雕刻 耗时近两年时间 创作出高3.2公尺 宽1.8公尺的巨型石雕拼回来 我原本只是知道说有很多栽损的食材 真的是到了现场才知道那个量有多大 你就想象你是在一座沙漠里面 可是这座沙漠都是大理石的碎瓦力做成的 最初安肯早上 石赤中心希望在正栽后会花莲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们找到了三位石雕艺术家 在食材剩料的部分 由加泰大理石还有国和大理石的帮忙 那我们协助把图文创作者的2D的作品 转化成3D的作品 以利食材艺术家们后面的立体创作 13日下午在昔日就监狱遗址的自由广场 举行发表会分享创作理念 市长魏嘉贤也颁发明理模型给捐赠者 庄纸寿、Duncan以及感谢状给制作团队 在0206地震发生之后 那很多人的一个环境房屋还有生活的模式 都已经自力破碎后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方式 那我非常感谢Duncan那时候有一个想法 希望能够做一些集合在地的艺术家 把做出一个作品 让大家能够永远记住地震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努力把家拼回来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林立仁及王彪等人在回忆制作过程中 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碎石创作 制作过程艰辛但别具意义 尤其碎石中包含花钢岩、蛇纹岩及大理岩 硬度不一 光拼接堆叠成3.2公尺高的石柱 就花了1.5个月的时间 前后完成约费时两年 巨型石雕拼回来放置于自由广场 供民众观赏 整个创作过程也拍成一支纪录片 民众只要扫描装置艺术上的QR Code 即可观看 花联市长魏嘉贤表示 期盼拼回来装置艺术的进驻 象征花联不被击倒的精神 更成为花联新地标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